早安TBS 陳建快速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還是要來看看康瑞的最新動態 其實它已經是中度颱風了 只是大家就很關心未來有沒有可能成為川新台呢 根據聯合報報導 就是天氣粉磚天氣風險公司 他們就分析了 由於現在太平洋高壓偏強 而且颱風的結構不對稱 所以導致它的路徑其實是持續的向西來移動 預報模式其實也因此調整了北轉的位置以及角度 預測路徑從原本可能會從東部外海北上調整到可能登陸台灣 而且是有可能穿越後再北上 不過剛剛有說現在整體的路徑呢 其實還是會有變化的可能 不過對台灣各地的影響程度還是不太確定的 但是現在可以知道是從明天開始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包含了北部跟東漫步風雨會逐漸有感 而在週四跟週五颱風是非常有可能會通過台灣的上空 到時候各地的風雨也會是最明顯的時候 好 除了颱風之外 我們又關心的還有我們的這個稅法出現的這個違憲的狀況 這指的就是一陣稅法 而現在也必須在兩年內就要完成修法 根據自由報道呢這個現行的一陣稅法呢 第十五條第一項的第一款的規定 被繼承人死亡前兩年內 贈與配偶是需要併入這個遺產的總額課稅 這個規定因為缺乏明確的規範 所以最後是被認定有違憲 而這個付稅署他們也表示呢 其實修法前也會依照配偶的這個佔遺產售益比例來分配遺產稅 也強調會兼顧租稅的這個公平還有納稅人的權益 強調一切呢 尊重這個最後的判決 而且也會在兩年內來完成相關的修法 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很多路段的會設置 所謂這個測速照相 主要就是要避免有危險駕駛的狀況 而在桃園的台七以線呢 其實今年以來違規已經減少了15% 的確出現了一些成效 根據自由報導呢 主要就是為了要二組台七以線危險的飆車行為 在這個8到12公里處是設置了區間測速照相 以今年來說截至10月中旬 其實整體的取締超速案件是達到了5382件 比去年已經下降了15% 而為了進一步取締超速呢 其實也會在台七線的17.9公里處 也要再增設這個測速照相桿 預計在12月底前就會正式的來啟用 所以桃園市警局他們也呼籲民眾呢 還是要遵守限速的規定 違者也會依法律來處罰 最重是可以開罰3萬元的罰環 還有吊扣牌照6個月 好 接續是很多這個體壇的粉絲 大家都很關注大谷翔平 因為現在美國職棒的世界大賽 Game3登錄名單已經出爐了 確定大谷翔平依舊在先發打線當中 是第一棒的指定打擊 但是就有人就問這大谷明明第二戰才受傷 怎麼這麼快就有辦法復原 所以有網友就翻出了以前的受訪片段 根據一平新聞網的報導呢 其實大谷在Game2的時候 因為倒壘造成左肩膀脫臼 還好是沒有大礙 所以今天也順利的會來上場 但是剛剛有說網友他就翻出來了 這個大谷翔平在日本火腿隊的時候呢 就展示過他的肩膀的柔軟度 是可以往前凹是將近90度 那時候其實讓一名女記者呢 是非常的驚叹 而網友現在翻出這個片段 他有稱讚 認為說大谷翔平應該是天賦一柄 對肩膀的恢復速度呢 也表示這樣的話 應該是還蠻合理 也還蠻正常的 也稱他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 而其實大谷翔平呢 在前兩戰的時候呢 一共是有八打數一支二壘安打 所以球迷也希望呢 在等一下的Game3 也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好最後帶您看到的是 我們先前有喊出這個 國際旅客今年希望可以達到 一千萬人次 但是現在確定是達不到 而且要下修到七百五十萬人次 根據聯合報報導呢 這交通部長呢 他就決定要把國際旅客的目標 下修到七百五十萬人次 但是這個決定也引發了 業者還有學者的批評了認為這是歷年來最慘的標準 其中包含了這個學者李其樂他就點出了 以後本來這個來台的人次就是需要努力的提升 再加上我們遇上了地震台風還有這個兩岸的緊張關係 所以當然也影響到了整體的旅遊意願 業界就呼籲政府應該要來積極的推動觀光政策 而明年的目標要達到一千四百萬人次 這樣是比較對的 甚至有學者建議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要全面來檢討 我們達不到一千萬人次的原因 而且應該其日起就要針對明年度的觀光宣傳來精進 才是正確的答案 至於剩下兩個月要衝到一百五十萬的國際客 也認為或許在韓國的年輕族群 或者是東南亞市場 還是有機會可以達標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暫緩給主播又選 有關貌的要件 身體自宅 明日垂下 侍 施